Android在8月份出了新功能,Near by Share,指尺共享 提供類似iPhone AirDrop的功能 你不需要安裝第三方軟件和Add對方的Contact,都可以發射資料給他們 所有Android 6以上的Device都會陸續收到更新,可以使用這個功能 大家好,我是老鼠叔叔 怎樣可以查一下你的裝置有沒有指尺共享這個功能呢? 你就去Google設定,如果有顯示指尺共享,你的裝置就可以使用了 打開了這個功能之後,你可以設置你的裝置的名字 你可以幫你的電話改回獨特的名字,以知識別 這個是私隱設定,究竟這部裝置可以讓全部人看,還是部份人看,還是完全不讓人看 設定完之後就可以傳送檔案了 在你想傳送的檔案裡選擇分享,再選擇指尺共享,另一部手機就會顯示 在第一部手機裡選擇第二部手機的名字,在第二部手機裡選擇接受 這樣就開始傳送了 那我這個500MB的視像檔案大概用了30秒時間去傳送 那我們試試傳送的PDF檔案,都是沒問題的 除了檔案之外,連Youtube的影片都可以分享 完成傳送之後,第二部手機會自動打開那條Youtube的影片 那我試過其實其他apps,好像pies.com都支援的 只要你第二部手機都有安裝相關的apps,就會打開有關的資訊 如果接收那部手機沒有安裝相關的apps,就會用瀏覽器打開相關的網站 好似這裡,它就打開Spotify的網頁版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,希望大家留言,點贊,分享和訂閱吧! 拜拜!